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114-119 勇士在课场一汉输给了森林郎 本赛季 勇士的课场表现一直不好 他们目前的课场战绩只有7胜19负 此前战胜雷霆之后 勇士迎来了本赛季的首次课场连胜 如今 勇士的课场连胜 直接被中介了 面对没有唐斯和戈贝尔的森林郎 用可尔的话说就是 球队把胜利拱手相让啊 科尔说的没有毛病 在进入第四届之前 勇士最多领先了差不多15分 结果 他们愣是被森林郎拖紧家时 最终被对手完成逆转 对于球队今天的低迷表现 库利赛后主动接过 作为领袖 我没能帮助球队取胜 我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我们在许多细节方面需要做得更好 尤其是在课场 我们本有机会赢下比赛的 另外从科尔赛后的采访中 我们仿佛能看出一些原因 科尔说道 像今天这样的输球情况 我们本赛季已经出现五六次了 我们的执行力不够好 几年前我们随便打打可能就能赢 但现在的我们不行 我们得纠正这个问题 我们得做得更好 勇士这场失利 确实让人很无奈 他们在第四届开始的时候 还少握着14分的领先优势 结果 勇士愣是在森林郎缺少了 两大内线的情况下 惨遭对手翻盘 而这也已经不是勇士本赛季 第一次在末节被完成翻盘了 之前在客场对阵凯尔特人 以及主场面对篮网的时候 勇士都是在末节领先达到两位数左右的情况下 被对手逆转 勇士关键时刻的表现 确实需要重视起来了 根据ESPN的统计 过去五个赛季 联盟中 加实赛战绩最差的球队 勇士排名倒数第一 也就是说 他们在过去五年的加实赛里 战绩最差季 过去五个赛季 勇士加实赛的战绩只有2胜15负 排名联盟倒数第一 还在倒数第二的黄蜂加实赛战绩为5胜20负 他们至少还有20%的胜率 勇士的胜率只有11.7% 实际上 加实赛的战绩 已经可以反映出 勇士关键时刻的表现 有多么差劲了 本赛季 特别是课场作战的时候 勇士一到关键时刻 效率就会急剧降低 这也是他们课场7胜19负的原因 就拿本场比赛来说 到了下半场 勇士的整体表现开始拉跨 他们第三届只得到了22分 丧失了锁定胜局的机会 莫加勇士更是全队只得到17分 直接葬送了胜利 数据统计显示 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 勇士队在大部分时间里 其实是非常有统治力的 他们曾经有31场比赛拿到过 至少10分以上的两位数优势 结果却输掉了其中的8场 你别看31场只输8场不多 输掉的比例只有26% 可是勇士在主场的时候 领先10分以上的战绩是16胜1负 几乎不会被翻盘 但是达到客场 但凡领先10分以上 最终的战绩却只有7胜7负 最终7次惨遭逆转 客场被翻盘率达到50% 这种触目惊心的情况背后 就说明现在这只勇士 根本不擅长打关键时刻 作为勇士的核心老大 库里本场比赛的表现 无法让人满意 尽管库里29分 使篮板三助攻的数据 依旧亮眼 但除了首截砍下13分 次戒3分3中2之外 库里在下半场的发挥 只能用拉胯来形容 第三截 库里两次中距离投篮都没能命中 单截没有运动占进球 只靠罚球拿到2分 末节 库里八次出手命中三球 他甚至投出三步阵 空位中距离也没能命中 加时赛 库里三次外线三分出手 均没能命中 加时个人一分未得 说难听点 库里关键时刻的发挥 是灾难级别的 三连胜期间 库里的表现非常不错 关键时刻也有给力的发挥 之前客场战胜奇才 库里也拿到了41分 但实际上 从整体来讲 库里本赛季在关键时刻的表现 没有达标 比赛一旦进入胶着的状态 库里似乎就容易出问题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 还不是那些高难度投篮不进 而是到了关键时刻 库里一些无厘头 甚至是杂耍般的失误 让人无奈 根据统计 最近两个赛季 库里一共打了五次加时赛 期间 他投篮一共13中1中 只得到7分 而在整个职业生涯 库里在关键时刻的表现 普遍效率有所降低 库里关键时刻效率容易下降 其中一部分原因 跟他的体能分不开关系 如今 库里34周岁之后 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 勇士如果想结束 现在的低迷状态 必须把球权交还给 像为金斯这样 有直接终结比赛能力的 封线球员 库里可以在 第前三节比赛中掌控节奏 但是第四节是必须 只成为射手打欧球进攻 这样勇士在第四节 关键时刻的表现 才会好转 不过 从这个问题上 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 勇士主帅科尔在排兵布置方面 同样值得商榷 勇士对距离 现在最近的三场失利 全都是被逆转 并且最近这几场 都是以科尔的新屋小阵容为主 这个阵容 从效果来看 肯定是不错的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勇士不得不在开场 就在防守端拼进全力 取次要对手 1月20日 勇士对阵上赛季 总决赛对手绿山军 普尔替代卢尼进入首发 勇士新屋小正式出炉 结果在领先11分的情况下 通过加10被对手逆转 1月23日 勇士对阵杜兰特缺阵的蓝王 勇士新屋小继续首发 勇士最多领先17分的 但是第三节 第四节各输16分 被蓝王逆转 2月2日 勇士对阵森林郎 依然是新屋小 勇士领先了三节 结果末见17比28 加134-9 被森林郎逆转 截至目前 勇士新屋小战绩出炉 连胜了灰熊 猛龙 雷听不假 但是三次被逆转 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新屋小缺点明显 科尔用普尔换卢尼 是用第三射手补充 本来叫奥爵联盟的 库里加克莱的进攻火力 通过提升进攻节奏 并投篮天赋 在进攻的碾要对手 事实证明 这个打法能够战胜对手 但是缺点也不少 以为推节奏 在把对手打猛的同时 也会让自己的球员体位不堪 尤其出场时间 比较多的首发球员 同时 对手在比赛中 会逐渐适应过来 勇士的节奏 并且采取反制措施 此消彼长 勇士在下半场 就明显不占优势 被逆转也就是理所当然 再看一下勇士 对对阵森林 狼关剑师克表现 库里莫捷6分 克莱零分 维金斯贡献黄右手 勇士单截只得到17分 加实赛库里0分 克莱零分 并且 这三场被逆转的比赛 场均命中率 接近5成的库里的命中率 都不到4成 反倒是对手 拉塞尔加爱德华 加里德打的风生水起 关键时刻 球员打不进关键球 防不住对手进攻点 这是库里 克莱等球星实力不够 显然并不是 而是库里 克莱等人太累了 这是科尔用小个子 加极端进攻阵容打 大个子将面临的最大问题 关键时刻体能不够 进攻空位跑不出来 命中率下降得分困难 关键时刻体能不够 嘴个 追梦防守质量都在下降 更别说再去进攻 端走多大贡献 开场就摆三后卫 普尔本身防守就不好 克莱如今面对速度快的后卫 也很吃力 这就意味着库里 需要在防守端 承担更多的责任 毫无疑问 这对库里的体能 是个极大的考验 一旦比赛进入关键时刻 对于任何以投篮 著称的球员而言 体能下滑太快 这绝对会影响投篮的稳定性 科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把责任丢给了球员 实际上 他是不是应该考虑下自己的问题 开场就摆上无效 这在以往就证明了是不行的 科尔只不过把以前犯的错 再尝试一次罢了 从赛季处轮换阵容 几乎完全不能用 到迪文亲左 库明加 莱姆等人逐渐适应 再到克莱找回手感 库里商与归队 勇士在科尔的操作下 飞速成长 期待培养新人加征冠两手抓两手硬 不过截至目前 举例征冠 应该还很远 科尔期待用普尔替代卢尼的 极致进攻无效 追赶当年水花进攻组 加巴恩斯 追梦 一个防守组组成的 死亡无效的战绩 应该困难重重 不仅是单纯走极端追求进攻 忽略防守不可取 还有库里 克莱 追梦的年龄增长 也是科尔不得不面对的 更何况这极致进攻无效 还需要三位老将比当年付出更加多的体能 距离交易截止日仅升一周 剩下的常规赛也仅有30场左右 留给勇士队捕枪和打造 征冠阵容的时间并不充裕 现有阵容征冠显然不现实 捕枪势在必行 并且迫在眉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